所谓的雨污水分离就是雨水下了以后 在这两个中间它会做一个沟沉接水 厂商详细说明还实作模型 让与会民众能更清楚了解再生能源的效益 这次活动吸引多家早气产业参加 涵盖发电机 艳养池 铺气槽等早气发电相关厂商相继投入 全面性提供中小型畜牧场 早气发电系统资源 提供个别化系统服务咨询 创建训物业者与绿能厂商的沟通管道 我们用这个早气发电 我们把这个纯净对环境有益的能源处理之后 然后可以发电使用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专业的厂商去做维持营运 所以我们用中豪机械的引擎来做 那维修跟保养的话 我们会跟猪农谈一个十年的协议 让他们可以安心地使用这样子 厂商能提供一条龙的规划服务 吸引农民高度兴趣 纷纷表示为了环保也提升竞争力 渴望投入早气发电 我现在是养牛的在万丹 现在环保意识比较排头 所以我们希望说做早气发电 可以解决一些污水的问题 也可以顺便做绿能发电 一方面是可以解决被水的问题 如果说配合一方面是可以解决被水的问题 二方面是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为了鼓励还在观望的农民加入早气发电产业 县府邀请位于林洛是全台唯一一个最大早气发电示范区的中央畜牧场 厂长苏鹏前来分享经验 现在政府的资源很多投注在这一个上面 其实是应该是可以刚好配着政府的政策 顺风给它走 环保局长鲁台银说 环保署出其目标是希望三年内 全台250万投注能做到早气发电 所以包括绿能局 农委会 甚至屏东县政府都加码 进行补助推动设置艳养发酵以及早气发电设备处理畜牧份料计划 针对饲养猪脂200头或是牛脂50头以上的畜牧业 设置艳养发酵设备 早气发电设备及运处理分料之相关设施补助 最高每案为新台币5000万元 同时屏东县政府和合作金库 携手合作推出屏东县绿能贷款专案 力挺屏东县绿能产业发展 我们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说 有这样一个利用 尤其是我们的畜牧这些农民们 他们其实他可以出钱来做 也可以请厂商来帮他做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媒合 另外还有一点是他甚至于做的这个部分 他如果有一些资金 甚至还可以包括农业金库 包括我们最近也用了一个跟合作金库的合作 他有一个非常低利的贷款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东西 能够一方面解决问题 一方面解决污染的问题 一方面也把这个温室气体减量 因为这个早期其实排放出去 真的是一个非常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创造从以前所谓的 这个租粪变黄金 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永续的 这个农业的循环 透过早期产业招商说明会 希望提升屏东县多元绿能发展 汇中环保局也宣导水屋处理机和药电 以提升屏东县畜牧环境品质 携手在地畜牧业者 共创屏东绿能加圆愿景 评论新闻蔡立华魏德卫采访报道